We need to preempt threats in the Indo-Pacific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like Japan and Australia To ensure the Pacific is protected And we must ensure that democracies like Taiwan Are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那最近呢 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就是英国的外相 就是英国的外交部长 他竟然说 北约要防止中国侵略台湾 英国会神经病突然讲这个话吗 当然不是 当然是美国跟他谈好了 美国要他出来说 英国脱欧之后 他没有依靠了 他没有欧盟依靠了 所以对英国来讲 美国就更重要 他就更加的成为美国的马仔 而北约大家都知道 北约是美国说了算 这一次对俄国 美国可以直接叫动 40个国家的国防领导 来一起开会 英国说北约要防止 中国侵略台湾 这个事情 这是荒谬可笑 但是极其严重 极其恶劣 北约是欧洲这些国家 在冷战的时候 被美国搞起来 要对抗华沙公约的国家 华沙公约就苏联 那苏联解体之后 照理讲 北约也该解散啊 英国的外相 很年轻 才40多岁 是英国历史上 第二位女性的外相 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讲的 代表的是英国跟美国的共识 代表了英国要执行的美国方案 英国是美国的马前卒吗 他说 北约要做全球的北约 北约要做全球的北约 北约要防止被中国侵略 这两句话 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什么一体的两面呢 就是北约的真相 它不是一个无辜的 保护国家 欧洲国家免于被侵略 被战火所困 不是的 北约是21世纪新的帝国主义 攻略全球的一个平台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这样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 当英国的外相 可以公然的说 北约要防止被中国侵略的时候 他表示 一 他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二 他认为北约可以号令天下 谁敢不从 第三 他认为白种人 北约就是白种人 你还要再加上美国的北边 加拿大 他们所代表的这一个圈子 必须展示全球 必须规定全球的规范 你们所有其他的国家 必须依照我的命令而活 否则你就是不正义 否则你就是干冒天下之大不惠 你就是邪恶 因为现在的困境在哪里呢 在于他们的经济不行 美国的经济不行 英国的经济不行 欧洲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即使经济不行 仍然有控制 载制全球的能力 因为这有硬实力跟软实力的结合 硬实力是军事嘛 俄国跟乌克兰打仗 为什么欧洲跟美国全力 因为事实上俄乌打仗 就是美国拱出来的 欧洲为什么全力配合 因为欧洲的利益 他们认为跟美国是一致的 我牺牲了老百姓现在的生活 我得到的是我白种人 欧洲美国掌控全球的能力 这一点的牺牲算什么呢 我得到的